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好也是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康来兴老师的弟弟 所以也是觉得很亲切 今天开始以前我想先讲一下我们下两次 因为刚好有一个对调的 因为也是临时发生 就是说下一个礼拜本来是欧明贤老师 他要讲战争论这样的课题 从战争论论战争 那结果他临时有一些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跟下面的一位对调 也就是说12月8号的郑芳雄老师就会提前一个礼拜 那郑芳雄老师是台大外文系的教授 那他讲的是席谷 那他是格拉斯的作品 格拉斯的战后作品 席谷的杜撰与写实 那郑老师以前也来过我们当中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个郑先生的讨论 那像郑老师他上次来讲的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大家如果参加的都应该还记得很精彩 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这个课题 那其实最近我们这门课也有大陆生主动在网路上加选这个课 因为大陆生这学期其实只有就是短短的到年底的时间 可是同学也是很热爱这门课 然后也很热爱经典 所以这样也是对我们的课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所以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员康来昌牧师 那他是一位神学家还有牧者 他是在信友堂台北的信友堂牧会 那这边也有一些他简短的介绍 那他最后是他是曾经就读于师大附中还有文化大学 那最后是在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 那还留学美国在Vanderbilt University那边是读到基督教伦理学的博士 那后来呢他回台湾以后听说他读这个博士学位读了很久 是很不容易很扎实 然后他后来回台湾以后是就在他曾经就读的华神呢 就担任那个华神的老师还有教务长 那后来有一位沈正牧师邀请他就到信友堂担任牧者的工作 那现在已经是牧师 那这边也讲到他的一些著作 那我也很喜欢读那个康牧师的一些对文学的分析 尤其他很热爱经典 所以我们请他来尤其谈爱情这个课题 尤其是把这个简爱呢要讲的说它是何等的不简单 简爱所反映的爱情是何等的不简单 那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我记得在两年前我就读到康牧师 他在校园杂志上面发表一篇 他就是谈简爱 然后他的那个副标题是说真爱跟活泼的信心 那读完以后真的觉得简爱里面充满了那种真正的爱 然后也是给我一种活泼信心的鼓舞 所以让我想到说 我们这学期刚好有机会谈一系列的爱情 从一开始从诗经谈爱情 然后也谈到莎士比亚的《罗密尔与朱丽叶》 然后就轮到简爱 而且很高兴的是后来我就在想 因为我从小很喜欢读那个 刚好是简爱的作者 她的妹妹写的一个作品 就是叫《咆哮三庄》 那中国大陆的翻译是《呼啸三庄》 所以这样子刚好 那我本来还想讲另外一本经典 那后来我就想说 这个康牧师讲简爱 那我就会接着来讲《咆哮三庄》 就是过两次会讲《咆哮三庄》 所以也是一个美谈吧 很有意思 因为简爱跟《咆哮三庄》 他们的作者是出自一个牧师家庭 那姐姐就是写了简爱 那妹妹是写《咆哮三庄》 那姐姐呢叫Charlotte Blount 他们的last name是伯朗特 那然后妹妹就是Emily Blount 所以这也 而且他们一家都很会演戏啊 他们自己办一些戏剧的游戏 然后写作 那所以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有一位那个Virginia Wolf 这一位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评论家 他写了一本书就叫《论小说与小说家》 曾经有一篇就是把简爱跟《咆哮三庄》放在一起讲 所以我们现在势必要把这两本书会碰到一起 那我们就赶快把时间让给康牧师 他已经等待饮酒 那我让这个 好 各位朋友好 因为有的不是同学 非常高兴我能够来这里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经典 我上课的风 我甚至不敢说我是上课 就是跟各位交谈的这个 这一个半钟头的时间 我是很轻松的 在不违反你们规矩之下 各位你们要进出 要干嘛 要睡觉 接手机不要吵到别人都可以 就是我希望大家尽量的轻松 那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原则上都是到最后来回答 所以中途就是我一直讲下去 好 我们今天给我题目 是简爱不简单 刚好也是这两个 这个简爱跟那个简单放在一起 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 然后再讲这个故事里面的 不简单的地方 那我也希望能够跟 不管是文学上面 或者是伦理学上面的 或者是我们人生方面思想 我都希望有一点正面的帮助 不管是作者 Charlotte Brontaine 或者是这本书 所描述的或者所在的 都是十九世纪的英国 那十九世纪的英国 是恐怕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 日不落国 太阳不会在这个国土中下落的 你单单想它的殖民地里 欧洲这么多 澳洲 印度 加拿大 这三个加起来就够大了 那是可能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那在这个帝国里面 有很多可以想的 可能这帝国最强大的时候 就是Charlotte Brontaine 要描述的稍微后一点 有点接的 就是维多利亚女皇的时代了 非常的强大 那但在这段时间呢 当然也有很多所谓的 翻天覆地的改变 包括工业革命 那这里我也很稀奇 有的时候我是基督徒 我是牧师 所以我都是用信仰来讲 有的时候上帝在人间的带领 很稀奇 很难想象 为什么在19世纪的英国 一下蹦出了那么多个 有名的文学家 蒂肯斯这些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经典 很多都是这些 那这么 又好像在德国 在20世纪初的时候 也有那么多的优秀的思想家 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觉得很值得去想 也许你是念社会学或历史学 讲到有些社会和历史的背景 那我自己在想 其实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简爱的作者身上 也可以看得到 不过这我们今天有时间再去讲了 就是实际上英国的那个时候宗教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个改变是受德国一些影响的 这作者也有 我想你们一般在教科书上 或者是往上看不到这一点 因为一般人对于宗教 当时的基督教的影响 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好 我就讲这个 先简单讲一下这故事的背景 然后在这故事背景里面 我们就切入 这故事的确可以用爱来讲 我觉得可以有三个爱的故事 第一个爱的故事是简爱的童年 简爱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 她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 那么她是在她的舅舅家里长大的 那她舅舅也很早就死了 那就是由舅妈 跟舅妈和三个表兄妹一起生活 那个生活非常痛苦 因为她舅舅显然是对这个外甥女很好 但是早死 她死前就对 有个遗嘱 就是要求她的太太说 你一定要爱这个女孩子 但是各位 就算是最伟大的皇帝死了 她的遗嘱都不值一个钱 王永庆先生遗嘱也不值一个钱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那个毛泽东死的时候 遗嘱是要叫江青接班的 或华国锋接班的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所以那个遗嘱没有效 王先生遗嘱也没有效 你看这一类的法律的电影就知道 我们今天也知道 律师可以还有其他活着的人 可以英文叫manipulate 可以把人家的遗嘱来左右来改变 他舅舅死了 他的太太根本对这个小女孩觉得是眼中钉了 不喜欢 那么三个表兄妹对他也不很好 很不好 他后来就到了一个基督教的 这种学校现在可能还有 应该这样讲吧 叫慈善学校 是现在所谓的boarding school 就是可以在那里住宿的 不过现在一般boarding school都是给 尤其在欧洲是给很有钱的人 小孩去那里读的 那时候boarding school呢 就是给这些比较穷的 甚至无依无靠的在那里读的 那在这个第一个部分里面呢 谈到的爱呢 或者我要谈到的爱呢 就是血清之间的爱 那我的结论是很悲观的 血清之间的爱不是真爱 或者不是一个好的爱 另外一个爱呢 就是怜悯的爱 怜悯的爱就是有人有怜悯心 有慈悲心 办孤儿院 办慈善学校 但是这个孤儿院和慈善学校呢 也会有很不好的结果 简爱在这两个爱的地方呢 都受到很多伤害 好 这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讲 那他到18岁这个学校毕业了以后 虽然这个学校给他的快乐不算多 那但是他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 那学问还是很扎实 那么他在18岁学的 就是高一段落了 他就应征到一个园庄里面 庄园或者园庄里面 在Thornfield Thorn就是经济 就是有刺的植物 这我在我们台湾很少看到 各位去过纽西兰 澳洲可能知道他们那有经济 经济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 经济是一个最负面的植物 我不知道在医学上或在其他上面怎么讲 但对人对家畜都不好 那个经济有刺 所以野山羊都不吃它 经济常常又长在那个比较荒凉的地方 也很稀奇 沙漠 旷野这种很荒凉的地方 就是长这种带刺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造物主的一个折磨人 你想在旷野或者在沙漠这种地方 口渴或者饥饿 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 当然这长出来的东西对动物和植物 对人和动物应该都有点吸引力 因为那里面有点枝浆 有点水 而且可能有点养分 可是经济吃那么多 所以难以下咽也难以吃 Thorn是经济 Thornfield经济地 简爱去的那个园庄或庄园叫Thornfield 那这个我自己觉得有非常强烈的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乱讲 简爱它是在很强烈的基督教背景写这个书的 这里有很强调 不仅是基督教有圣经的背景 一方面你可以讲人生是一个Thornfield 大家就次来次去 大家都伤害 那么然后我们在极度的干渴 好像在沙漠中间 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一片绿的东西 那个绿的东西 却让我们非常愤怒地 渴望不可及 因为你吃它却被刺到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整个这个小说的主要的结构 就在这里 就它在这里跟男主人 就是Mr. Rochester 产生了爱情 这个产生爱情 当然我们甚至就廉价小说的观点来讲的话 一定会加入一些那种比较cheap的stuff 就是这个男主人 既是原装的主人 当然就是富有的 英国一直到今天都是阶级的社会 我们起码在台湾来讲 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 我们不大有太多的阶级 就算很有钱的人 很穷的人 我们大概也都还是一样做捷运 一些公共设施 我们一样使用 一个学校我们一样使用 那个我们在台湾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大概就是没有什么阶级的这种 甚至没有阶级的观念和那种不平等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全世界少有的好的地方 美国可能也是 那在英国那时候是一个很强烈的阶级社会 当然了阶级社会不一定是等级社会 阶级社会就是人有各种不同阶级 公和博子男子封建社会传下来的 那彼此之间有很深的界限 但是在阶级社会 像英国像今天 如果你到英国去留学 可能有类似的经验 虽然是阶级 但是不是等级 所以虽然是阶级而不是等级 我自己也看过有一些小说里面 还有历史上都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像母亲有的时候 社会地位高的家里的母亲父母 有的时候会对年轻的儿女 提出一些警告或劝戒 比如说他们会说 我记得看好多书都讲了 你对家里的cook厨师 或者你对车夫或对园丁 你一定要很尊重他 你要很尊重他 因为他虽然是帮你做事 但他跟你一样是平等的人 这就叫做有阶级 但没有等级 是很好的 我不知道在大学里 现在是不是等级社会 教授是教授 学生是学生 但教授跟学生之间 没有那种盛气凌人 或者一方面怕一边 怕得不得了那种状况 那就是是没有等级的 是我们可以说比较平等的 那英国那时候是阶级 那个阶级呢 固然人和人之间可以互相尊重 但是有些界限是不可以越过的 那其中一个不可越过的就是 那个原装的主人 不太可能跟这个原装的家庭老师结婚的 因为那两个阶级差太远了 现在英国这个好像已经少一些了 我今天早上看那个BBC的新闻 你们大家也看到 我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Prince Andrews好像要结婚了 那Prince Andrews要结婚 他的对象好像是以前大学的同学 那么大学同学呢 我是草草看了一下 所以看得不仔细 好像就是他家里没有什么贵族的背景 那么就是平等的 而且甚至好像 他去皇宫还说过一些 用过一些不恰当的字 我看到我才知道那是不恰当的字 就是这女孩子曾经在女皇面前 用过两个不雅的字 一个是toilet就是厕所 另外一个是pardon pardon是请原谅或者请包含 我不知道这两个字 不宜在女皇面前讲 不知道还有多少 就是 不过我说这只是 那个平民跟贵族之间的通婚 我相信是越来越普遍了 英国王室早就是这样 可是在十九世纪 那更不要讲更早的时候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简爱跟Mr.Rochester呢 他们中间的阶级让他们不能相爱 对不起 让他们不能够结婚 但他们相爱 那么中间有一些陈咬金的这些事情 这也许等一下有空再讲 那不过最后他们还是相爱了 那么不但相爱 最后是排出万难决心要结婚了 那么可是在婚礼上面就出现问题了 在婚礼上面 这个 因为在西方婚礼多半在教会里面 那么婚礼呢 在天主教国家 还有一些比较看重仪式的教会里面 婚礼是圣礼 也就是说婚礼不是一件俗事 婚礼是一件圣事 那么这个是很神圣的事情 不只是很愉快的事 不只是很慎重的事 不只是很重要的事 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所以就有一些规矩 这些规矩呢 包括你在那个神父或者牧师 在officiate 就是神父或牧师在问新郎和新娘 你愿意什么什么 谁谁谁 你愿不愿意娶他为妻子 终生爱他等等等等等等 到此分离 然后他说我愿意 然后另外一个也在问新娘 新娘也说我愿意 然后就交换这个戒指 这个叫officiate 就把它正式化 在牧师或者神父的之前 会跟大家所有在场的人 包括新郎新娘 还有祖婚人 所有人问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 但因为是圣礼的 所以这件事 这个形式就不能取消 我不知道 现在我在教会 台湾教会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问话 不过在西方的 我在美国也没有听过 我不知道英国还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天主教教会有没有 就是牧师会问一句话 在场有没有人知道 有任何因素 那个英文应该是impendment 有没有任何妨碍的因素 妨碍这两个人结婚 各位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牧师说 我现在就要证婚了 证婚之前我问 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原因 他们两个不可以结婚 譬如说可能说 不行他们不能结婚 因为他们其实是亲生的兄妹 不行 那当然这些界限 在后现代之下 我看是越来越少了 我是一个保守的基督教徒 前半年前去美国 也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妈妈 哭得死去活来 给我一封信 他说他女儿要结婚了 突然通知他 我说他突然通知 你就要哭得死去活来 他说不是 他说你看这封信 看这封信 就是我很高兴地 跟我们的亲朋好友 都是用英文写的 通知我们要结婚了 那我跟谁要结婚了 就是他女儿和另外一个 未婚妻呢 我说未婚妻 也是一个女的 他妈哭得死去活来 就是这个 我是跟 跟他母亲说 各位 你们现在都 年轻人都很前进 你们应该都不稀奇这些事情了 我说 哎呀 应该感谢主 他没有跟他的pet 结婚都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这个社会 什么事情没有呢 我在当时 当简爱跟他的 未婚夫要结婚的时候 牧师问了一句 在场有人知道 这两个人结婚 存在着一些拦阻一些障碍 通常这是一个形式上问的 从来不会有人讲任何一句话 然后牧师就会开始讲 谁谁谁你愿意 就他问了这个 在来宝宝 在来宾中有一个人说 我知道 这两个人不能结婚 这两个人中间有存在不可结婚的障碍 牧师听到这当然都吓坏了 各位小姐们 我希望因为女孩子对自由婚礼比较看重的 那是噩梦 万一你要跟人家结婚 牧师要宣告的时候 突然有人说不可以 他们不能结婚 那新娘可能马上就昏倒了 那提出来证据的人 就说 Mr. Rogers不能跟Mr. Jane Eyre结婚 因为Mr. Rogers有一个现在活着的妻子 那后来发现是真的 婚礼就取消了 那取消了以后 那么Jane Eyre就逃离了这个家 然后就开始了 我分的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他又进入了一个 本来很悲惨 但是后来结局蛮好的一个结果 跟第一个情形一样 记得第一个情形 他的亲人爱他 养他 结果很痛苦 没有好好爱他 另外一个 他在这个慈善机构学习 但是也不是很快乐 他离开Mr. Rogers以后 也是到了一个 后来知道是亲人家里 但这次很愉快 那三个人都对他很善良 而后来他也在一个慈善的机构做校长 他在那里也很愉快 然后全书的结局是 简爱跟Mr. Rogers Rochester结婚了 好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小说 如果看过这个小说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如果没看过 我是鼓励各位看过 看 我是先把这个大概讲一下 你们那个简介里面也都有我的Synopsis 就是大概可以看到一些大概 当然我是用基督教观点来讲 那我现在就是说 那个爱情不简单 我就剧情讲得再细一点 然后也就再分析一点 我在讲爱情不简单的时候 那个爱情可能不必加一个情字 就是爱不简单 Love 我们中文是加了一个情字 Love呢 Love是什么 这我也没有多去研究过 你任何一个文化的文字呢 跟它的社会和历史是有关系的 我知道有很多在赤道那边的国家和民族 他们的字里面没有雪 没有冰 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环境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 赤道从来没有看过雪或者冰这些东西的 那我听说爱斯基摩人就是在最冷的地方 他们在形容H2O 对不起 我只好用化学的字眼来讲 在形容H2O 在长压之下 温度低过零度的状况 有三十几种字 各位 我刚刚讲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脉龙学问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们中文字也不多 我们中文就只说 我们中文就讲到说 水在冰点以下有些什么字 冰 雪 暴 散 我想到是这几个字 不知道你还想到几个字 大概我们想的是这么多 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比较是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雪 没有那么多冷的 那爱斯基摩人可能就是 冷到零下四十度的那个东西叫什么 冷到零下二十度的叫什么 各位 即使是我们不太懂这么寒冷的 我们大家也知道 霜和冰 好像霜是比较没那么多 Hello 可以 那在 亲情的爱 现在社会变动也非常的快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家里面 或者你们小的时候 或者我自己感觉到 现在因为我在教会做牧师 也碰到很多家庭 这种家庭里面 或者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翻成 雪缘之间的爱 本来是华人文化里面最重要的 这个胜过一切 那么 这一种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说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缺点 还是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常常会因私忘功 就是因为这种亲情之爱 我不知道是不是连我们的孔夫子 都开始犯了这个错误 就是你记得 有人说 假如 假如父亲偷了羊 儿子是法官 儿子要不要抓父亲 我觉得对 在西方来讲 这是理所 这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抓就抓 他是有罪就抓他 我的责任是抓就抓 那么可是我记得孔子孟子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亲情是大过公共的那种关系的 就是你不可以抓你的父亲的 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也许我们今天 一直到今天都深深的体会到一点 就是这个丝啊 尤其血缘之间造成可能华人的文化到今天 不太容易进入现代化 因为我们好像都还是 对不起 用有的人讲的话 就是在官场也好 甚至在商场也好 很多时候还是生殖器的关系 对不起 我讲粗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人跟这个人 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跟那个公司的董事长 到最后就是生殖器的关系 就是有血缘 他才能够做他的董事长 他才能怎么样 接班还是找谁 还是找谁 你当然说西方也有啦 我是觉得西方 尤其在基督教的力量越弱的时候 亲情或者血缘的这种爱呢 会越强 因为在基督教里面 我们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 人和人之间的爱 不能只限于亲情或血缘 或者用那个社会生物学来讲 不能只限于基因 因为基因是自私的 基督教或基督教圣经里 也并不是说亲情 亲人之间不需要照顾 我们需要照顾 这是很好的 甚至我们会说这是上帝 让生命继续延续 就是有家庭 有血缘这种关系 但是圣经里也很强调 这种血缘 或者血缘所造成的肤色的不一样 这种血缘所造成的种族的不一样 不要成为我们公平和慈爱的一种拦点 而因为你是我的弟弟 或因为你是我的什么人 所以我给你成绩就高一点 所以我就让你出国方便一点 这个不应该是如此的 而因为你是我的什么人 所以我在判案的时候 或者我在什么时候就手下流行 我们觉得这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不会说 照顾自己的亲人是不需要的 甚至基督教也可以同意 同意孟子所讲的 我们在讲博爱的时候 并不是把别人的父母 跟我们的父母 视为等量奇观 我们是老无老 先老自己的老 看顾自己的父母 再以及人之老 照顾自己的亲人 再照顾比较远一点的 只是我们强调 不要让血缘之间的亲密的关系 妨碍了公平和慈爱 那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痛 他伟大只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 他了不起只是因为他有好爸爸 什么血缘论 血统论 这个在中国大陆 在文革的时候 很讽刺在革命的时候 其实最封建 就是那种血缘论 血统论 老子好汉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你爸爸是国民党的 你就休想读书 你爸爸是无产阶级的 你就可以保重大学 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这个事情在近代中国也曾经发生过 那这就是那种血缘混淆了应该有的爱 好 你在简爱的身上就看到 他舅舅非常希望这个外甥女被他的太太照顾好 可是太太跟这个外甥女没有血缘的关系 然后他自己有三个小孩 所以就有对简爱就非常的没有爱 那那个没有爱那种 我们在看什么二十四孝 我们生活中这种也很多了 就是好像后母啊 什么这一类的事情 这个不幸 那我们也很觉得很兴奋 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 简爱后来在他流亡的时候 他逃到一个家庭 他逃到一个人家 那个家里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哥哥 还有两个将近二十岁的妹妹 那么在这个家里呢 简爱碰到了温暖 遇到了温暖 然后简爱也跟他们发生很好的感情 那后来像Cinderella的故事一样 简爱突然在这个家里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发现了一件事情 然后得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他继承了两万英镑的遗产 一个远亲给了他两万英镑遗产 这都是故事我们在这里不讲 两万英镑的钱 我们单讲购买力的话 在今天可能有两亿新台币 他得到这两万英镑 他马上一个反应就是 这笔钱我要跟这一家人 三个人一起分 就是一个人五千英镑 当然这家人后来发现 居然也是他的亲戚 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 比血缘更可靠的东西 让我们成为 让我们相爱或者善待对方 或公平对待对方的一个基础 那个基础很抱歉 各位我是牧师 我就讲是上帝 连家或者国或者DNA 或者环境 或者康德说的实践理性 通通不能成为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公平 和慈爱的一个基础 可以是他使用的工具 但不是基础 我说不是基础 就是以那为基础 你就会看到玄武门事变 哥哥会把弟弟杀掉 甚至把老子杀掉 就是我们会 那个如果你是因为基因很近 而保护某些跟你基因近的 那么你也会因为基因很近 你要保护那个基因 最近的那一个 那就会产生 我说玄武门的事情 那会产生 武造的事情 就武则天的事情 我以前就是跟我的孩子讲到说 武则天后来就把他跟李家的 所生的小孩 通通都杀掉了 怎么这么坏啊 然后他就想要让他自己家里的人 来做皇帝 或者接着做皇帝 那么我的儿子就是说 不是都是一家人吗 我说可是我们中国不是哦 各位女士们请原谅 在我们中国传统 每一个太太 每一个母亲 家里的女人 都是一个外企外姐 就是都还是外 就是你用基因来讲的话 甚至就到一个家里面 我们还是会发生那种基因比较近 以至于我要比较偏好她的 那女人都是外 那个女人都是外戚 就是我儿子听不懂这种事情 因为她比较西方教育长大的 那么在 在简爱后来能够跟她的这些朋友 这几个朋友有真正爱 彼此照顾 公平慈爱相对的爱 是因为她们有上帝的爱 前面这个 在她舅妈家的时候 舅妈用基因的观点 当那时候没有基因这两个字 就偏爱自己三个小孩 对这个小孩 对减爱是极端残忍 那我说这个就是说 爱是一个很 大家很喜欢的字眼 但是为什么爱这个字 包括在家庭里面的爱 就是你自己的 那个血清里的爱 以至于你以后要跟 另外一个异性 所结成的家庭 那个爱 有这么多的伤害和悲剧 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人包括我的家庭 各位家是血清 还有陌生人 还有性爱关系产生的一个东西 应该是我们很快乐的地方 可是家从古到今 几乎成为一个痛苦的 最大的来源 我想每个人有婚姻的家庭 大概都会说这样的话 两个痛苦的地方 一个就是工作的地方 一个就是家庭 所以我们都很痛苦 你的父母早上要出去上班 一想到 哎 要碰到老板 要碰到的客人 那么讨厌 就想回家了 只是回家一想到老婆在那 还是去上班吧 你下了班 想到回家要碰到那么多 爸爸妈妈或者儿子女 受不了 就不想回家 但想到办公室 这些人嘴脸还是回去吧 就是现代的社会 其实不是现代的社会 在圣经里讲的都有了 以前的社会就是 人真是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天下之大 无以为家 那个有一个共产党的革命家 托洛斯基 后来没有地方可以去 离开了索尔 后来还是被人家杀掉了 但我们也常常这样 我不知道 我自己在教会里面 我碰到的 我们有个年轻人的团契 我就是都是大学毕业 或研究所毕业 开始在工作的那些年轻人 有的时候跟他们谈 问他们 你一年里面最快乐的日子 是什么时候 一年里面最快乐的 最快乐的 甚至唯一快乐的 就是那二十天的假期 到巴黎岛 如果你还不太有钱 如果你比较有钱 到巴黎 那最快乐 那么 甚至我听过有一个年轻人 跟我这样讲 我觉得很有代表性 他说 工作就是为了赚钱 赚钱就是为了存钱 存钱就是为了那二十天 可以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玩 这是最快乐的 各位 那就表示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那不幸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在工作当中 没有一秒钟是快乐的 唯一快乐的理由 就是可以存钱 存钱唯一的理由 就是我可以出去玩 那 我自己再想想看 最好的工作 应该是医生 我不知道有多少医生 喜欢他自己的工作 我不知道有多少医生 每天看诊的时候 那个门一打开 才看到病人进来的时候 哇 他就欣喜若狂 甚至在那等候着 今天有没有病人进来 我不知道有几个医生 喜欢他的病人 对不起啊 我侮辱医生了 我觉得 医生是一个最好的行业 恐怕不是他喜欢病人 也不是医疗开刀是很愉快的事 而是那后面代表的金钱和社会地位 以此类推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甚至我是牧师 我不知道有多少牧师 这里还有老师 有多少老师 你教学是极其享受愉快的事 还是我们是不是很多人 我们的工作的愉快只有一个 就是他给我钱 我所有的愉快就是看在钱的份上 没有钱就没有愉快了 那因此 如果到我退休那一天 我能够有很多的退休金 我就很愉快了 好 固然是 那表示你这四十年 三十年的工作都是痛苦的 哇 人生这样很辛苦啊 另外一个痛苦就是家庭 那我想 各位你还没有工作 你从小长大也有经验了 我们不必多说了 而且我警告 你现在还没结婚 你的痛苦还算是小的 等到你结婚了以后 你才知道 哇 你的儿女比你的父母要令人痛恨多了 不过我们现在回到简爱 就是人的爱 即使我们 尤其我们华人文化 这么强调家庭 孝顺 胸有地公 而我们所经验的是这么多的眼泪 或者这么多的愤怒 或者这么多的伤害 难怪家庭一直说要瓦解 瓦解 瓦解 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那么我是觉得没有别的办法 这我们再等一下又会再讲到 另外一个就是慈爱 就是慈悲的爱 怜悯的爱 如果你喜欢看简爱 你喜欢看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的作品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代表 比这个Shallow Brontain稍微晚一点的 就Charles Dickens Dickens的小说 即使你没有看过很多 你大概也有个印象 或者你看过那个《孤雏泪》这类电影 你大概有个印象 就是孤儿院都不是人呆的地方 Dickens很喜欢写这些孤儿院里面的冷酷残忍 那Shallow Brontain提这个事情 提他以前在技术学校读书的时候 没有像Dickens写Oliver Twist那样 那么悲惨的孤儿院 不过也不太好 这Dickens和Shallow Brontain 都责备这些慈善机构 很残忍 是不是都很残忍 或者都很冷酷呢 我是牧师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甚至我在中学 高中 大学初中的时候 教会就常常在假期的时候 或者圣诞节的时候 到孤儿院去送礼物 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也有在孤儿院服侍过一年 所以我对孤儿院的 还算有一点了解 那么这些孤儿院 当然都是基督教的孤儿院 那么现在台湾人口老化了 我去的比较多就是老人院 那么老人院呢 在台湾 我还没有看过什么基督教办的 一方面基督教现在力量 财力也不像以前 有宣教士的时候那么多 那么在国外还看到 老人院不是政府办 就是基督教办的 就慈善事业 在以前大概都是基督教在办的 那我必须说 Dickens和Bronten他们所写的呢 恐怕有很多的真实 就是你办孤儿院 办慈善的这些机构呢 这些办的人 主事的人呢 和里面的工作人员 常常会变得冷酷和自大 我们又在讲爱 就你办一个慈善机构 当然是出于爱嘛 你才会办这个来 但怎么会变冷酷和自大 我不是说我所经过的 孤儿院冷酷和自大 但我觉得有一个危险 那个危险 就是我们人心里 都可能有危险 就是接来时 人施舍 人帮助的对象 就算是我们刚刚讲的血缘 自己生的小孩 各位难免都会有那种接来时 也就是难免都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我在你身上投资很多 你得对我好一点 养儿是防老 各位这还是很自私的 那么养儿是防老 然后如果你根本不是我的儿子 我现在在这里照顾你 那么 那就会有一点凶了 那就会 好像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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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流露 就比较不够 然后在孤儿院里面的孩子 虽然我在二十世纪 我到孤儿院去服侍的时候 这些小孩比 Dickens时代 那些小孩已经是好太多了 但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没有规矩 没有家教 都是比较穷的 或者社会背景很糟糕的 小时候就没有父亲 或者父亲会打人的 或者没有母亲 或者母亲常常不在的 或者是这一类的 小孩出来都不是太健全 在这种不太健全的情形之下 你要管他们 需要付出更大的 更大的爱和力量和智慧 但是往往呢 最奏效的就是凶他们 很凶 我也有去过这个孤儿院 实际上基督教孤儿院呢 那个殉祷部分呢 还是请那个 以前做军人的小孩 就是吹哨子 然后会 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 那时候还会有打人的 那Dickens那个时候 当然就更多了 你要多喝一碗稀饭都会被打 就是在慈善机构 后来变得比较冷酷了 有一个理由就是 因为这些人都比较不可爱 你要去爱他是比较困难的 而 我又回到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的爱 没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和源头 你的爱会用完的 各位我这个观点 不仅用在你关爱别人 甚至用在你关爱你自己的小孩 宠物都是一样 街上这么多流浪狗 就是他对狗的爱 用完了 他先烦了就丢掉 有这么多的怨偶 各位女孩子们 我也要讲这个不中听的老话了 这已经到了他们 Mr.Ruchess跟简爱中间的关系 就是男女之间 其实每一种爱 包括同事之间 或者夫妻之间 或者兄弟之间 或者你对一个领袖 或者你对一个部下要有爱 这个爱里面不能没有一个成分 就是尊重 尊重里面就不能没有一个成分 就是正直和高贵 好 我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 当你的爱 是很 只是私欲 这里面没有尊重的时候 那个爱最后会没有的 就是 你会甚至嫌他 好 我就讲出来吧 现在我知道非常开放 各位 我不是一个保守的人 我也是人 我也知道性的力量 我非常清楚 但是现在很随便 然后通常我想再随便呢 男女之间性关系比较多 还是男孩子先提出来的 因为这好像上帝造人的本性 他先提出来的 他要 然后通常在还没有婚姻的时候 就要求有这种爱的时候 或者就是什么 你们说的哄啪 或者什么时候 大概就是 这有什么关系吗 这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嘛 你也快乐 我也快乐 这有什么不好 当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以前听到的 不是我 对不起 当他要求他女朋友 跟他上床的时候 我们还没结婚呢 没有关系 这是真爱 真爱和在乎那一张纸 就是结婚证书 我现在跟你讲在乎的 如果 不管你多么的厚现代 不管你脑袋多么开放 不管你觉得男女的关系 多么的 多么可以 两厢情愿就好 甚至一厢情愿就好 各位 我认为上帝造的人 不是这样子 如果有一天 你们真的结婚了 这个事情会伤害到 你们的婚姻 因为男人是很贱的 对不起我这样说 得不到的 他就很珍惜 得到他就觉得 没什么两不起 结了婚以后 你们如果有幸 你们结婚了 那好 如果不信你们没结婚 各位也对不起 我要说这话了 这话都很难听 但是我说 中国的男人 不管怎么后现在 他还是希望 他太太是处女 我冒犯各位 但是我觉得 我讲的是真话 然后就说 如果你们 是从一而入宫结婚了 到后来 还是会有问题 为什么 当你先生出差的时候 多少会这样想 当年我苦苦要求 他就同意了 现在另外一个男人 苦苦要求 他会不会也同意 就是 我这 各位我讲的 也许已经是很不幸了 如果你觉得说 哎呀 我已经答应他了 怎么办 那么 这会后 你找董老师在找我 我们打电话看看 这是到基督教的问题了 我们要说就是 我一直要表达一件事情 爱是一个很伟大的东西 爱是一个很亲切的东西 爱是一个我们很需要的东西 但是爱怎么这么少呢 包括在家庭里面 怎么这么少呢 怎么人这么容易相爱呢 怎么 我刚刚讲爱的另外一个字 也许是宠吧 宠物就是爱物 怎么接上这么多流浪狗呢 我们这么宠 怎么就把它丢掉了吗 就可见得我们爱的基础不好 我们爱的源头枯干了 以至于我们不能继续爱下去了 这是我们基督教讲的 人的罪 人的自私 我们没有办法爱下去了 我们只能在我们满足的时候 我们喜欢那个东西 当对方那个东西 不能提供我们满足的时候 我就不要了 或当有人提供更好的 我就要另外一个 这就是男人不断有外遇的原因 他烦咽了 在简爱小的时候 十岁以前 在他舅妈家里 他舅妈因为自私的精英 就没有好好地爱他的小孩 在他到那个技术学校的时候 boarding school的时候 那个校长是一个很严肃的牧师 但他因为这些小孩并不可爱 因为这些小孩是穷困 或者没有教养 或者是街上流浪而来的 有许许多毛病 他们他就用很严厉的方式 很轻看他们的方式 很藐视他们的方式 很虐待他们的方式 来对待他们 在我刚刚讲虐待 讲重了一点 Dickens的里面是虐待 在那里面是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就是你想 各位你再想想看 我相信今天叫我们选一个志愿 你不会说将来想要办个孤儿院 我猜我们华人不太有 那么多的爱心了 那你当年办一个孤儿院 像这个 像简爱所读的学校 让这些贫穷的小孩来读书 甚至住宿 然后是一个慈善机构 后来怎么 好像千篇一律 就变成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 在那里很冰冷 另外一个就是 这也很不幸 慈善机构 尤其在华人里面 常常就变成一个恋财的机构 什么叫恋财呢 孤儿院可以常常 对外发一些信 说我们需要支持 可能他收到一年一百万的奉献 然后这个钱呢 用在孤儿的食和住和各方面呢 可能很少 然后其他可能中饱私囊 这个在古今中外这些都很多 就是人想要爱人 人看到流浪狗很可怜 人看到妓女很可怜 人看到乞丐很可怜 你看到街上流浪儿很可怜 我们想要爱他们 想要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是人的天性 我们应该有这个慈悲心肠的 但这个心肠好像很难延续 甚至当我们越慈悲的时候 越是一个慈善机构 一旦走偏了就越黑暗 就越贪婪 就好像法官一旦犯起罪来 特别严重 警察一贪起无来特别严重 他本来就是黑道 本来就是流氓 就是那个样子 一旦CIA黑暗起来就很黑暗 医院黑暗起来就很黑暗 这也是同样 就我们爱的基础没有 不过在这里 我也要帮基督教讲一句话 Diccan, Brontaine 还有很多这些批评 这些慈善机构的人 恐怕还是得想一件事情 不管这慈善机构 是不是真的这么坏 你怎么不办一个呢 你觉得他不好 你为什么不办一个呢 另外 不管他怎么坏 他为什么要办这慈善机构 我的解释就是 基督教在 比较忠于圣经 比较忠于上帝 就是基督教比较纯净的时候 这一类的活动是比较多的 就在西方历史上 那个慈善和教育这些事业 不是大概 一定都是基督教开始的 开始都是有些人被上帝在感动 愿意持守空拳来做这些事 当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 也都是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曾经长期在中国的 民族主义教育之下 说是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不过这十几年来开始替他们翻案了 以前的金师大学堂 以前的中国这些大学 孤儿院的确是宣教士办的 的确你要说他在那里谋利 是想不出谋什么利的 的确在那里是造就了很多人 这我到今天都还看到 我大概十年前去过长沙一次 我去长沙是传教 那么我去那个教会呢 有几个年纪很长的 八十几岁的瞎子来了 那么然后我说他们怎么会来这 后来就知道长沙在 大概一九三零年代 就有古墓学校 古就是瞎子的意思 古墓学校好多啊 后来我看很多孤儿院啊 什么都是天主教堂 基督教堂的门口 常常有弃音 女音瞎眼的 残疾的 中国人觉得这不吉利 或者是不要你的就丢在那边 那么所以 教会常常到最后都有玉音堂 就都有这些东西 就做了这些事情 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我们觉得上帝很爱我们 所以我们做这个 但蒂肯斯他想想 我们也要想想 即使这些慈善机构后来变直了 你不能不承认 他开始的时候 起码是有一番爱心在做这个 那对基督的提醒就是 我们的爱也跟世人的爱一样 如果不继续依靠上帝的话 那个是不太稳固的 好 蒂肯斯在童年 在18岁以前的这两个接触 应该是爱一个词汇学校 一个是他亲戚的家里 也养了他八年 一个养了他八年 一个叫了他十年 可他的经验都不愉快 因为那里没有真正的爱 好 他到松茨尔这个地方 18岁以后 他到松茨尔这个地方 他做governors governors就是家庭老师 governors不是女神长 这个家庭老师 他在一个九岁大的 一个法国女孩子 这个法国女孩子 是这个原装的主人 Mr. Rochester领养的 这个主人Mr. Rochester 常常不在这个漂亮的 Thornfield原装里面 那简爱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知道她是一个地位很低的 他从小又是被欺负 他又是敏感的不得了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他也不去问他 他就好好教这个小孩子 那文学的技巧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么有一天晚上 他去寄一封信 晚上很晚了 寄一封信 月亮很亮 他走在路上 天很冷 那个路上的那个水呢 已经结成一层薄冰了 但他很喜欢这种散步的天气 他走走走 那是小路 都是乡间小路 他听到马提升过来 那么他知道 那个路很小 他就坐在旁边 他不要让那个马 跑过来的时候撞到它了 有一只大狗先跑过去 然后一匹马也跑过去 马上有个男人在那骑着马 然后前面一个转弯的地方 那个转弯的地方 结冰很滑 所以马摔了一跤 人和马都摔了地上去 Mr. Rochester 就是那个骑马的人 他摔伤了 骨头没有折 但是筋扭得很厉害 简爱个子非常小 简爱就走过去了 这也显示简爱胆子非常大 当然也可能表示 那个时候英国治安也不错 这半夜三更了 他虽然是有月光 一个男人摔在地上 他走过去了 他就问他 各位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人非常保守的 但是一个男人摔伤了 不管怎么保守 不管怎么男女受受不清 还是他就是关心一下 他说你还好吗 那个男生当然是很大男人主义 我很好 没事 但是有事他起不来 那个脚痛得不得了 那这一幕当然是 Charles Brompton他的手笔了 就是男人要靠女人了 他说我站不起来 简爱说 你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扶住我的肩膀起来 我帮你扶起来 整个故事这都是一个伏笔 Mr.Ratchett是简爱来扶起来的 你要说这是女性小说的先锋 也可以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女性小说 我觉得男女应该是平等互惠互重的 而不是高举女性或男性的 我不喜欢女性主义就是高举女性的是不对的 如同高举男性是不对的 但男女应该有别应该互惠 也应该互相尊重的 不必女人变成男人 也不必男人变成女人 我们以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性别 而高兴而喜悦 而发现他也有不足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他把他扶起来了 然后那狗和马就跑掉了 他也把这件事忘掉了 后来发现 哦 原来他那天扶的就是原装的男主 Mr.Ratchett 那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谈话 这个谈话呢 就知道Mr.Ratchett也是有个很悲哀的过去 他爸爸很有钱 但他爸爸钱都给了他哥哥 后来爸爸哥哥都死了 那么他就继承了这个遗产 但他的伤害已经造成了 伤害的造成呢 让他非常痛 所以他曾经在欧洲大陆 用他的钱过一个比较放荡的生活 曾经跟一个法国的一个芭蕾舞星同居过 后来那个芭蕾舞星有外遇 他就跟他分开了 但是芭蕾舞星就把这个小孩给他 说这是他的小孩 Mr.Ratchett说 Ratchett说 这不是他的小孩 但是的确是那女孩子的小孩 他就把这个小孩带来了 然后帮他找一个家庭老师 简爱就来应征了 就来教这个小孩子 他们双方之间呢 越来越谈得来 各位 我 我看这些都觉得很棒 简爱 她是一个一直被打压的女孩子 但她聪明 她敏感 她读书 她会思想 她也高贵 各位高贵这个字不大 高贵这个字不大高贵 高贵这个字常常有一点snappish 好像自大的意思 但高贵我在说的时候就是 这个人是有integrity的 是正直的 是善良的这个意思 他们两个都很正直很善良 两个人都有一些伤痛 两个人都曾经被打压 所以各位 你想也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 爱苗就会滋生了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 不是说 男女相爱结婚 一定要多高贵 你要读多好的书 你要是教授 你要是博士 你要出身血统 各位 这就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也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意思 我们讲到的爱 正是不是强调我们外在的这些 甚至过去你的 所谓的血统的好 或者你书读的多 都不等于你是一个高贵的人 一个高贵的人 是你的心地要善良 心地要不自私 而这一层 我们基督教觉得 人的罪恶 人的自私 就把这一层剥夺殆尽了 就我们的高贵和我们的好 还是基本上自私的 还是基本上是那种 圈圈主义的 是我自己基因里面的 是我的人 是我的人马 我相信在交大也不会例外 我们华人的机构都是有 这是谁的人马 这是谁的人马 这是哪一系 这是哪一派的 那这里面很多是血缘 很多是那个学缘 血缘就是 Bloody Bloody Mary Bloody的relationship 学缘就是学派 我是北大的 我是清华的 我是交大的 各位这些都 这些本来不是坏事 你每个学校有 每个学校学风 但因为这个 你排斥别人 你有这些私心就很不好了 那他们两个谈得很好 他们两个很能够 很能够 很能够谈到这些正直善良的事 也许不应该对 不需要对交大的学生说这些 但是我想我就多余再说一下吧 各位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活得快乐 要活得好 要让自己善良一点 要让自己丰富一点 你会看到 在书店里一大堆的书 立志集 你会看到一大堆书 怎么读书 怎么考试 怎么管理 怎么经营 这些我觉得都很好 我觉得都是我们也应该学习的 但我觉得我们的心地 能够善良一点 对人有些善意 对事情有些做得比较好 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 这是农夫 这是不认识智能都应该有 这跟你的知识可以毫无关系的 我相信在这堂课里面 我不知道学校 我不知道董老师的想法 我相信不会纯粹只是 我们灌输各位一点 什么文艺复兴 或新文艺复兴的经典 我们不是讲这些而已 我们是希望把人的心变得善良一些 当然我们会说善良一些 尤其在我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多有一点爱 那当然还可以扩大到很多 多有一点安宁 多有一点喜悦 多有一点自由 那我们基督教总会说 因为人的罪 这些东西都会被扭曲 甚至因为人的罪 最高贵的这些品质 会变成最可怕的 那的确是这样 简爱里面也描述了一点这些 就在原装里面有些来一些 很漂亮 很高贵的绅士俗女们 就是因为她漂亮 就是因为她高贵 就是因为她是爵士 就是因为她又会法文 又会意大利文 学问好的不得了 又长得漂亮的不得了 她就自大伤人的不得了 各位 人的强大 人的美丽 人的聪明 人的知识 从基督教来讲 是应该是 对自己和对别人有造就的 就是是好的 可是我们今天常常看到 人的这些东西 各位小姐 我就 女士先生们 你的帅 应该是造就你和造就别人的 但你的帅 除了让你自大一点 和让像我这种人很自卑以外 常常就没有什么正面的 各位漂亮的女孩子 常常除了让人家觉得 哎呀 很好看 常常就是养成一种骄傲自大 而让不好看的女孩子 在你面前站不起来 美国强大 听说现在中国也要强大 国家的强大 如果就是耀武扬威 叫别人怕 叫别人受别人对你要忍气吞声 我觉得这都不是好事情 我们如果漂亮 如果我们强大 如果我们疏足的多 而我们不能更柔和的 辅助帮助 善待那些比较差的 起码就基督教来讲 你这个知识叫你骄傲 上帝并不喜悦 而我这种痛苦的经验 特别多 各位 因为我很笨的 很笨 有的时候需要人帮忙的时候 就特别痛苦 你学打桥牌 因为你很笨 你不会打 你要找那会打的 那会打的 他因为他很会打 他对你的笨就特别不耐烦 老康只有那个天才 才会出这么笨的一个牌 我不会下象棋 所以我要学象棋 我要找谁学象棋 我要找会下象棋的 但我不能找会下象棋 因为会下象棋的 太smart了 太快了 他会对我的笨 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你的聪明 你的快 你的敏锐 如果只是让比你笨 比你烂的人 比你慢的人 痛苦 各位这有什么意思呢 然后你的快乐 就是他很痛苦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我们都有这种快乐 当我拿第一名的时候 我看那个第二名的 我是从来没拿过 所以我 我看那个第二名的 真是有一种快乐 各位你不觉得是残忍吗 但我们会这样 各位你 我儿子得癌症了 好难过 听到你儿子也得癌症了 心里有点安慰 各位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 我儿子得了癌症 我儿子没有 我只举例子 我很痛苦 我应该不希望 第二个父亲 有这种痛苦 为什么我知道 别人有的时候 我反而有点安慰呢 就是人心里 这种自私和不安 你说是正常的 是普遍现象 但这不应该是 一个正常的现象 好 Mr. Rochester和Jing Eyre 后来越来越多相爱了 但是他们阶级是差很多 那也有描述出 在庄园中那些高贵人士的 令人的讨厌 不过我们讲这个时候 也要稍微小心一点 尼采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 但是不管多么反对基督教 我们基督徒相信 即使是最反对基督教的人 甚至魔鬼 也都是上帝造的 所以他们即使堕落 即使邪恶 即使不对 也一定有他正确的地方 这不是因为他好 因为上帝造的好 尼采对基督徒的一些批评 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正确 尼采对基督徒批评说 基督徒常常是他们同情弱者 帮助弱者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自己很烂 所以他们就是在帮助弱者 因为在很烂的人当中 他们可以有一点成就感 各位我在Vanderbill读书的时候 各位不是影射这里 任何交大的教授 我也看过这种事情 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念博士的时候 那时候三十年前了 那个 那时候学生权力很大 学校 我们那个系里要聘一个教授 那么 看着这来的时候 学生当然没有什么决定权了 但学生也参与 参与有些部分 那我们就听三个人 present他们自己 有一个是非常明显 比另外两个都优秀 有一个是非常明显 比另外两个都烂 就该聘哪一个应该很清楚 结果学校系里聘了那个最烂的 我就问我们其他研究生 他为什么聘一个 大家都觉得最烂的 他说他们不要聘一个 威胁他们的人 尼采说基督徒就是这样 他们攻击强者就是 他们自己太弱了 各位我们基督徒 不要有仇富 仇美 仇知情节 我们不要对优秀的东西嫉妒 然后说你们骄傲 知道 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 我们对弱者应该有扶持和爱 我们对强者也应该欣赏和鼓掌 因为我们认识上帝 所以我不希望你在看 Jing Air或者看这些书的时候 千篇一律地像好莱坞电影一样 有钱的人一定是坏蛋 然后穷人一定是好人 然后总是白人是坏蛋 黑人是好人 各位不要总是这样去想他 从基督教来讲 大家都是罪人 大家也都是上帝造的 我们都有优点 我们也都有缺点 我们都需要归向上帝 后来Mr.Rochester 就传出这个消息 Mr.Rochester要跟一个贵妇人结婚了 那简爱是一直都没有表达出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表达出他们爱对方 但是以他们两个人的聪明都知道对方爱 爱他们 也知道 甚至简爱里面有一句很棒的话 他说他知道他比那个贵妇人要好得多 要更配这个人 因为他知道他是比他优秀 那个贵妇人是很肤浅的 但是他也经过一个经验 就让他知道自己是乌鸦配凤凰吗 怎么可能 阶级差太多了 就有一次在一个 在一个他们以前的贵族大厅都很大的 那么简爱在一个角落里 没有参加这些贵妇人的这些交谈 贵妇人跟Mr.Rochester交谈 他没有加入 他在一个角落里 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厅里面 看书 那后来 那么 简爱呢 Mr.Rochester 他们叫Mr.Rochester唱歌 他声音很好 Mr.Rochester就唱 简爱趁着他去唱歌的时候 他就想溜回他的房间 那他上楼梯的时候 Mr.Rochester开始唱 而且他就站住 因为Mr.Rochester歌声实在太好听 非常好听 他站在那里听 唱完了 他就准备回去了 但他的鞋带松了 他就系鞋带 Mr.Rochester出来了 站在他面前 他说你为什么不在里面 他说我不舒服 你知道简爱为什么出来吗 为什么不在里面 他觉得他跟那一群高贵的妇人 他没有办法在一起 但他又很喜欢 他又觉得他配得上Mr.Rochester 他觉得这个场合交很痛苦 他就出来 但他当然不愿意跟Mr.Rochester讲 他说我不舒服我要回去 Mr.Rochester那么聪明 当看出来有些不对 是有人对你不好吗 他说没有 Mr.Rochester说 你肯定有人对你不好 因为你心情不好 如果再过几秒钟 你的眼泪就要掉出来了 事实上 你的眼睛已经开始闪烁发光了 事实上我已经看到一滴掉在地上了 好 你现在上去吧 我一定要查出你为什么不高兴 这就是写作的技巧 简爱没有写一个字 她哭了 但是用Mr.Rochester的话 把那个尴尬和难过的一个少女的心情都表达出来 后来听说Mr.Rochester要娶这个贵妇人了 那他知道她要走了 那个简爱就知道要走了 因为家中有女主人 这个女孩子就有人照顾了 就不需要governance 他知道她要走了 他很舍不得这个地方 有一天晚上他就在花园里面散步 那个花园各位 英国的农庄的花园 原装花园都很大的 她看到Mr.Rochester在另外一个地方 她就想逃走 但是逃不走 Mr.Rochester知道她在 就叫她来看花跟她一起欣赏 然后一面看花 一面听蟲鸣鸟叫 然后一面讲 你喜欢松子有吗 我很喜欢 我从小到大没有一个地方 像这个地方给我这么多的快乐 给我这么多的尊重 给我这么多的平安 他说Mr.Rochester说 但是你要走了对吧 他说对我要走了 他说你放心 因为简爱很敏感 所以很自尊 他说我一定 你结婚我就一定会走 他说 给我一点时间找工作 Mr.Rochester说 不用不用不用 我已经帮你找好了 我一个朋友在爱尔兰 他需要一个governor 他说爱尔兰好远啊 和什么很远 和英格兰好远啊 和什么很远 和Thomfield很远啊 和什么很远 和你好远哦 然后 Charlotte Brantain说 我就放声大哭 他在前面 Mr.Rochester带她 看花的时候 讲花的时候 她已经讲了一句话 她说我要讲话 尽量简短 因为我发现 我的喉咙已经 不能讲太长的话了 你知道这个意思 就是我快要哭了 然后哭了 然后她说 我一生没有一个地方 在这里这么好 但现在想到要离开你 我就很痛苦 下面当然就是 他们两个 Mr.Rochester 明星云说 我只爱她 他们要结婚 结果没有想到 他们结婚典礼上 又说 她已经有太太了 是 她已经有个妻子 而且那个妻子 就在这个庄园里面 是一个疯子 简爱就跑走了 这也是 这恐怕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现代读者 不太容易懂的事情 我不知道在台湾 就重婚是罪了 当时当然更是罪 但是在台湾 如果你的配偶 有一方面是 可以证明是有精神病 是不是可以离婚 我不知道 但是当时英国不行 如果行 也许他们这个问题 就没有了 但是简爱就有一个 非常强烈的态度 如果Mr.Rochester 有一个妻子 不管是什么理由 不管这妻子的来源 是他父亲一个错误的 暴虐的一个安排 不是Mr.Rochester的错 重婚总是错的 所以他离开了 那这一点也许 你如果不是基督徒 也可能难了解 为什么这样 不过对我们来讲 再好 再应该的是 当这个违反了 上帝的法律的时候 而上帝的法律 不允许重婚的时候 那简爱的离开是对的 他离开 因为他不要 他结婚以后良心不安 在简爱要离开的那天晚上 他非常痛苦 他有很多的挣扎 Mr.Rochester说 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两个结婚 我们到欧洲去 你是我的 我是你 我们没有任何的烦恼 简爱说不行 你已经有妻子了 上帝不允许这种事 你觉得这古板 这是死板的道德吗 我觉得不是 在基督徒里面 有一个最高的标准 就是上帝的意思 这上帝的意思 不可以违背 不管你觉得 哇 我简爱跟Mr.Rochester 多么相配 不可以的 好 我起码负面的来讲 不管在学校里 在教会里 在任何基督徒 非基督徒身上 都有这种婚外情的事情 都有第三者的事情 从古到今都有 而当婚外情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大概都会有一个情形 就是双方都是怨恨 唉 我跟你谈一分钟的话 我跟我太太 一辈子也讲不到 跟她是对牛弹琴 跟你是伯乐 和千里玛 江子牙和伯牙 我们心心相会 我们深渊与深渊响应 就是常常都是这样 我看到很多 什么 但恨 不逢未嫁时 还君明珠 双泪垂 唉 我们早点见面就好了 没关系 现在也可以 何必在乎礼法 各位我也只能劝你 当然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良心上道德的法则 不可以 就算你的 如果不是那种特殊状况的话 不管你觉得婚姻之外的这个人 多么适合 他不能成为你的配偶 你不能够用异性的爱来爱他 然后在这种情形下 也不大可能有柏拉图式的爱 所以就不要在一起 这种痛苦是西方文学常有的题材 因为西方太强调基督教了 所以这种挣扎作者就写出来 然后越来越就是打破那个禁忌比较好 但打破打破这一百多年 我看越来越痛苦 各位也知道欧洲的状况 欧洲是同期越来越普遍 我去年到维也纳去 有朋友带我们去多瑙河边 一个很有名的餐馆吃饭 那个餐馆的老板 那个奥地利人 会讲一点中文 非常有水准 非常像个艺术家 他做的菜也像艺术 他的店也像个艺术品 他跟我们谈 也谈得很愉快 然后后来有一部车开到他餐馆 他餐馆外面还有很大的一片空地 开进来 他说我女朋友来了 我女朋友带我们的儿子来了 两个 一个都十几岁了 我说你女朋友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没有结婚啊 什么意思 结婚太痛苦了 不要结婚 已经有小孩 还是不要结婚 各位 但是 我没有继续问下去 当然我就跟他讲 我是牧师 我知道他很风趣 很幽默 很懂人生 是一个艺术家 但他不快乐 他并不快乐 他的女朋友也并不快乐 我跟我太太都劝 你们两个赶快结婚 上帝所规定的事情 包括婚姻 可能是我们很多人觉得太痛苦了 那么就有人试 各位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不是第一个世代开始试的 同婚 换妻 或者是废掉婚姻 这个事情或公期 柏拉图的时候就开始想 就有人这样想 但我不觉得那些方法有用 看起来有用 其实更多痛苦 尤其 我也跟女同学讲 尤其对女人的伤害更大 简爱很聪明的 各位 我觉得那个里面有很多可以看的部分 其中有一段就是 在现在不太容易看到 就是简爱的挣扎 我跟她结婚会多好 但我不能跟她结婚 她就离开了 哇 她离开以后好痛苦 她几乎要饿死 那个Charlotte Brontain在表达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她逃离stone fear 逃离这个地方 去的地方 叫white cross 白十字架 这都有宗教的意味 只有在上帝的十字架那里得到救赎 后来她也得到救赎 她在那里过得很好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 这件事也是 但是Brontain他写得很动人的一段 但我觉得是一个败笔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样写比较对 就是 他有一天听到一个声音 Mr.Ratchett的声音 Mr.Ratchett说 Jing Jing Where are you 一个悲叹的声音 他听到了 他就 他好像在基督教讲这样的呼唤 他好像听到的呼唤一样 他就跑去找他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败笔 因为简爱如果非常清楚知道 只要Mr.Ratchett有妻子 他就不可以回到他那里 他不应该回去的 不管他听到什么声音 他不应该回去的 如果他要写得好 和基督教一点的话 在这一点事上 应该是Mr.Ratchett来找他 Mr.Ratchett跟他讲 我太太已经死了 我来找你 对 那个时候他太太已经死了 所以Mr.Ratchett跟简爱后来好了 没有道德上的问题 但是 就是书里面简爱过去 这个是我觉得违反他原来离开的 这基本的冲突 不应该有的 我当到最后那一段 就是他们白头偕老是非常好的 那个他们见面的那一段 也是他很会写的 他后来找到他了 因为Mr.Ratchett在简爱走了以后 像疯子一样 谁都不见 然后他那个疯子的太太呢 就点火烧了这个原装 这是西方故事里常常有的 最后那个大院宅通通被烧掉 跟贾府一样 最后也都没有了 烧掉了 在烧的时候 那么他的妻子死了 Mr.Ratchett也受了重伤 那受了重伤 眼睛瞎了 那他就离开这个地方 后来住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农地 只有一对老夫妻照顾他们 也是以前他们的仆人照顾他们 还有那只狗 简爱打听到了 就去了 Mr.Ratchett眼睛瞎着 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 那简爱走到厨房 跟那一对老夫妻说 我回来了 他们吃了一斤 那那个客厅有铃声 他说这什么意思 他说主人要水喝 他说我去 拿一个盘子 断一杯水 去了 他一去那只狗认出他来了 就很兴奋 那只狗叫Pilot 他说Pilot Sit down 那个Mr.Ratchett一听到这声音 Mary是你吗 Mary是那个女仆的名字 他说不 我不是Mary 这当然都是静的声音了 那个Mr.Ratchett说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他说我回来了 就是这一幕 他端水到Mr.Ratchett那一幕 也是他写那个文学技巧很棒的地方 不过最后就他们结婚了 他们有个幸福的生活 那么我也时间到了 告一段落 你需要有遵守上帝的律法 法则 你才能有真正的爱 你需要有上帝给你的爱 你的爱才能持续 这是我的结论 那么最后问答这个部分 听董老师说是由同学主持 那么就请同学主持 我就先坐下来 是吧 谢谢 各位好 那我们今天很感谢康牧师 今天帮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 那我想就是 今天演讲主题也讲了很多 关于像是 友情 亲情 甚至是爱情这方面的 那这方面都是我们急需要寻找的 那当然 或许有人已经找到了 或是正在寻找中的 在这样的爱情的整个过程中 或许会碰到一些问题 或者说对今天的减爱 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发问的 那欢迎大家提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开放十个问题 前十位有送那个书 那如果后面十位 没关系 那一样还是就 非常欢迎大家提问这样 那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那我们就先从后面的开始 来 因为我们书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中文版的 那中文简体版的 那一种是 英文版的 对那到时候可能是前五位跟后五位 会稍微有点差异这样 OK 那那位同学 我想要问一下康穆斯就有关圣经的事情 就是那个 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 那希律王不是说要派 就是派人去杀掉就是近两岁的小孩吗 然后耶稣刚好逃离了这个 就是劫难 然后我就很好奇是 那为什么神爱是人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会让两岁的小孩 就是那些家庭都破碎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奇了很久 谢谢 好的那我们下一位 想请问康穆斯 您刚才提到就是说 这个简爱 听到他的呼声 然后就去了 你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败笔 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有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这是简爱 他一直对他的人生 有很大的自主性 所以他是比较主动的 比较积极的 他对于环境的适应 跟选择跟挑战 他的自主性非常强 如果你想要叫那个男主角 去找简爱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是很自卑的 他是守株待兔的 今天如果不是简爱 去救赎他的灵魂的话 我想他就一定就老死 在他的那个庄园里头 所以我就说 我是觉得说 也非常感谢康穆斯 给我们一个 就是一个平等互惠 互重跟自主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 我聆听了您的这么精彩的 一个演讲 非常的感动 虽然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在这里头 我得到觉得说 你给我们的真的是一个爱 就是一个爱制 是无私的一个爱 所以我觉得 夏律帝透过简爱 来对人性做一个试炼 但是最后夏律帝 还是没有通过 因为他的 对爱的一个幻想 他去找他的幸福 他应该去找 所以即使是没有透过 没有 最后没有通过这个试炼 可是他还是 要下地狱 先下了再说 还是要去得到 他的幸福跟快乐 这就是我们一个人性的问题 那我自己还有一个 很疑惑的问题 就是你刚刚谈到 血缘的问题 这也是中国非常 非常特殊的一个 亲情和爱的表达的方式 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报道 易牙 易牙有的是说 是中国的厨神 那他为了他的组织 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吃过人肉 所以他把他的儿子 宰了 把他的肉 去喂他的组织 那个 那个 皇帝叫什么 我一下忘记 齐桓公 对对对 齐桓公 我这个在心里头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是换在今天的话 你法律上 就会有一些法律的问题 所以你对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特殊的见解 谢谢 那我们先给前面的同学 嗯 康默斯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呃 就简开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 为什么会有想要 写这本书的动机 或是灵感 为什么他会想要说 就是写一个 孤儿的故事 而不是说写说 比如说是以他 比如说自己的经验这样子 可能比如说 为什么不是说 可能简开会有一个姐妹 这样之类的 谢谢 你好 我想问的问题是 嗯 对我是国内 我们都知道 这篇小说里面 塑造的简验的形象 一方面他非常的爱洛杰斯 但另一方面 他非常要求尊严和平等 也就是说 他一方面认为 他配的是洛杰斯 另一方面 他不愿被人怜悯 或者被同情 他也是很有尊严的一个人 而且在我看来 最终他去找洛杰斯的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 或者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他获得了一笔遗产 然后这样 他可能感觉到 就是说他能 对 更平等一点 您对这样 做着这样一种安排 您是否认为这种结局 削弱了他作品本身的意义 谢谢 来 旁边的同学 谢谢 谢谢同学 我想问康牧师 就是说 您在刚才就 讲这个非常精彩的那种的时候 提出来了一个观点 说 爱如果没有坚实的源头的话 它一定会用完的 当然我们这部作品 就是为了引受 我们现实中的生活 那么我想知道 您提出来这个问题 你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怎样保持这个 爱的这个坚实 和不会苦解 谢谢 还有没有同学 来 后面那个灰色的同学 康牧师您好 刚才我听您说 您刚才有说 就是爱都是自私的 就是您认为 这个 在讲爱这部作品里面 他们的之间的爱情 是有自私的成分吗 再来欢迎大家 有没有想要发问的 来 借用 康牧师您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你刚刚开始有讲到说 就是这本书的陈述时间 是在19世纪左右 就是那时候就是 因为有很多很大的变革 所以说导致 就是那时候产生很多 伟大的思想这样 可不可以就请你 稍微就是阐述一下 那时候发生什么变革 还有这些变革 对于那时候的那个 英国的社会背景的造成的思想的改变 这样谢谢 还有同学吗 我们还有三个是不是 三本书这样子 有没有同学 今天有我们的神学专家 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爱情这方面 或是对于基督教义 有任何问题的 欢迎提出来 好 那就先 我很怀疑我能够回答 这么多好的问题 先回答 女同学说 那个西律杀鹰的事情 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 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不过 如果要 希望你不觉得霸道 刚才 女同学所问的问题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说 耶稣降生的时候 害了好多 婴孩被杀掉了 因为 有一个西律王 听说有个 耶稣生下来要做王 就把那个时候 生下小孩都杀掉 因为他不要任何人 坐王来抢他的位置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 上帝怎么会 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 两个答案 一个答案就是 全能的上帝 并不直接介入人间的每件事 所以当 当你要丢原子弹到日本的时候 神也不会直接阻止他的爆炸 当恐怖分子炸这个大楼的时候 神也不会直接阻止 任何一件事 神都不是直接做这件事情 那么神让人的各样的错误也好 正确也好 在他的我们测不透的旨意中进行 当出现这件事 如果你觉得神要在这件事上干涉的话 神就要在每件事上干涉了 就每一个癌症病人 每一个洪水 每一个地震 每一个死的人 上帝都要干涉了 那个就跟上帝原来做的方式不一样了 不过这也许没有回答 也许大家就会觉得 所以没有上帝 我们有另外一个答案 另外一个答案 可能我要对基督徒讲 就是说 那些孩子的死 你为什么说是 显出上帝的残忍呢 因为你觉得 人死是最坏的事 人死是最坏的事 小孩子两岁以下就被杀掉 这是最坏的事 以此类推 我常常听到的问题是 神为什么让四川地震 死了这么多小孩 神为什么让南亚的海啸 死了这么多大人小孩 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 人死是最坏的事情 而这些人不是最坏的人 为什么要受到这么坏的待遇 我想逻辑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的回答是 你怎么知道 人死是最坏的事 你怎么知道 那些小孩死了 对他是最坏的事 如果你不信耶稣 你不信永生 你不信 我们死了以后 还有另外一个生命的话 我们当然会觉得 死是最坏的事 而两岁的小孩子 没有做那么多坏事 不应该受这个 最坏的待遇 可是我们并不相信 基督徒并不相信 两岁的小孩死了 他受的待遇是最坏的 因为上帝在这些孩子身上 有我们看不到的安排 不只是这些孩子 任何一个人 死都不一定是最坏的事 最坏的事 死了以后 永远在地狱里面 是最坏的 这还有很多可以讨论 不过我们要回答 其他问题 刚才女士您说 这个异牙杀孩子的事情 我也没有什么 我也不太能够发表 什么意见 我只有说 这是很残酷的 这也是中国伦理的 两个冲突嘛 就是综合校嘛 我觉得在中国伦理 最后就是一笑作终 都是这样子的 到最后都是 包括杨家将一样 我们全家都死 都为国王死 不管是近代中国 或以前中国 就是一个集体的生命 比个人的生命重要 包括终于一个集体 比终于一个个人重要 我是觉得都是遗憾了 好那么另外一位同学问 为什么写简爱 其实Charlotte Brantain 他写这个东西 可能就有自传的成分 至于他为什么写这个 是不是也是他的灵感里面 他觉得 可能有很多猜想了 那个时候的明治也开始开了 就是启蒙运动 到那个时候已经一百多年了 传到了英国了 从欧洲传到英国了 那个启蒙运动 常常开的一个重点就是 对不起 我们从中国大陆的朋友 就是这个被压迫的人民呢 被压迫的阶级就开始醒悟了 那也许夏绿帝也是要把女性的被压迫 表达一些出来 当然就女性主义来讲 可能觉得表现得还不够 那我不太知道 他写这个简爱的理由是什么 就跟金庸写小说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借古讽经还是什么 我们不一定知道 可能比较重要的是 他的内容在写什么 我觉得他内容还是在表达 他那个时代 他的信仰 对男女的爱情和女人的价值的 一些看法 有进步的地方 也就是有一些要打破 那种封建传统的 但也有很保守的 就是他全书里不断的还是 希望以基督教的原则 来处理男女的爱 刚才也有同学问得很好 就是简爱后来得到了5000块钱 就是那个遗产 以至于他后来愿意去找 因为他现在可能不是寄人篱下了 他现在是可以平等地对待 就是他有钱了 这个想法也很有意思 有没有这种因素呢 各位现实 现实的考虑 我们可以考虑多少 今天如果一个 一个 我好像是一两年前看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欧洲的亿万富婆 我好像是六十几岁还七十几岁 跟一个二十几岁年轻小伙子结婚了 跟一个穷小子结婚了 那穷小子说我娶她是因为我爱她 不是因为她有钱 鬼才相信 就是如果简爱比较有钱了 所以他觉得他可以比较勇敢的 我不是要巴结你的钱来 我来跟你和好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不过我想 如果他没有这五千块钱 或者相当于现在五千万的话 如果他知道 Mr.Rochester太太死了 我想他还是可以去找她 甚至刚才另外一位所问的 当我们真正的看 自尊自重独立的时候 我们甚至不怕别人说闲话 我们不怕你说我是在巴结那个人 我们也不怕 各位这都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分析的 我们也不怕 或者说Mr.Rochester也不必怕 简爱也不必怕 你是因为可怜我 才来找我的 因为简爱后来照写法 Mr.Rochester最后是可怜的不得了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自己变一个瞎子 然后简爱一下 乌鸦变凤凰 可以来怜悯她 不知道她有没有 那种女性主义说 我现在来可怜男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我觉得她要表达重点 实在不是在这里 就是实在上 我们两个是平等的 我们两个重点是 我们可以沟通 我们有互相的兴趣 然后我们两个互相相爱 这就够了 其他的是次要 那如果有那些 也许算锦上添花吧 好 问这个 刚才有问一个 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 刚才我这没有仔细写 哦 源头的问题 各位 这是八股答案 你要信耶稣 耶稣是一切善的源头 你要信靠祂才有良善 才有一切源头 我上次在讲侦探小说 也是这样子 但是 所以 我是 我讲任何东西都劝你信耶稣 但是 我是被你逼着 现在直接讲出来的 那你说 我不信耶稣 我就不能够有好多爱情了吗 也是可能啦 也是可以啦 就是 我们也用我们基督徒 就像基督徒的爱情婚姻 不一定是幸福一样 就是我们照着上帝 给我们的原则去做嘛 大家尊重 诚实 体贴 这样你就比较可能有爱情 我们就是说 因为人的自私和罪 人如果不是常常信靠上帝的洁净 洗涤罪恶和赦免 我们不大有这种 不断的爱来帮助 帮助别人 就我刚刚讲的 你真的要去办个孤儿院 你真的要办一个大学 你真的要去拯救那些被压迫的人 你不是自己心里 常常有那个很坚定的东西 充实你的话 人会变职的 那源头是上帝 但如果你不愿意谈上帝 我是只谈上帝了 如果你不愿意谈上帝的话 我就说你照着上帝的法则做嘛 那么我们就怎么样能够 夫妻能够继续在 生活当中培养爱情 彼此之间更加充实 互相充实 好像互相还是有些吸引力 好 爱是不是自私的 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 没有无缘无的爱 没有无缘无的爱 爱是有阶级的 爱是有原因的 我爱你是因为你爱我 我对你好是因为你对我好 所以都是有互惠的 人间都是这样 是这样也不一定是错事 人和人之间 我之所以买这个保险 对你好对我也好 这个尼克森访大陆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中美建交对中国有利 对美国也有利 毛泽东说 这话说得真好 就是毛泽东有的时候 很务实就在这里了 就是尼克森跟中国建交 他没有说 中美建交是什么世界的趋势啊 是人类的共识 这种冠冕堂皇的大字眼 他就说我们对我们两个有利 那毛泽东也很听得进去 我觉得这种诚实的话 也是很好的 就人和人之间 建立在利益上面 是社会进步和运转的 不可缺少东西 只是也必然带来 极多的罪恶和痛苦 这是人的矛盾 没有办法解决的 我是说你必须信靠上帝 在将来天堂才能解决 在地上也才能有限的解决 爱是自私的 如果人没有上帝的爱的话 我们那个自私的爱 是可以产生非常伟大的东西 就好像一个母亲 无私地爱自己的儿子一样 但是也因为爱是自私的 一个母亲可以伤害到 任何一个伤害到 她觉得伤害到她孩子的人 最简单的就是 婆婆伤害媳妇 因为她很爱她儿子 所以她不允许别人 占据她这个儿子 十九世纪的变化 这我没有能力说这么多 不过我刚刚有一点 谢谢同学所提出来的 其实简爱这个时候 英国的神学正被 德国的高等批判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简爱这个小说里面 有一些正统的教义 已经开始有些动摇了 作者 就是 对于上帝的 就是强调上帝的爱 她在这里也批评了 那个家文主义 就是对于那种上帝的公义的 拣选和全能 英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打折扣了 那可以说十九世纪的一个变化 应该是程序十八世纪来的 就是人从宗教信仰中 或者所谓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产生的力量很大 而且大家是非常乐观的 当然这种乐观 到二十世纪就完全破碎了 有一个思想家 Isaiah Berlin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二十世纪是 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世纪 各位对不起 即使他是这么伟大的思想家 我还是说他说错了 如果Isaiah Berlin 活到二十一世纪 他会说二十一世纪是最坏 如果他活到二十二世纪 他会说二十二世纪是最坏的 人类有进步 但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罪恶 都在拒禁 那么这种拒禁最后会扯裂人类的 除非我们归向上帝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